好,同学们,我现在要跟大家就是一起来做一个就是关于某些社会课题的一个公益海报 那现在呢,我要做的这个范例呢,它是有结合Photoshop和Illustrator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做 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那个File Size要怎么set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File,Ne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File Size要怎么set 首先呢,来到这边,因为是一个A3 Size 所以是一个International Paper 然后这个一切呢,都不需要管它 那因为我现在想要做的是一个横的,一个Layout 不是Portrait,是Layout的 那你们可以做Portrait或Layout都可以啦 首先我先选A3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尺寸可以转过来 如果你不要转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做 OK 然后呢,我们去Image 然后,不是Image 我看一下要怎么转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Image 然后这边就选择那个90度Clockwise或者是Counterclockwise 它就会转 好,那现在你有一个A3 Size的这个Poster的Size 我们要把我们的File带进来 同学们可能已经可以就是在你们的那个Folder里面找到这样子的一张图 我们要找这个,就是这个女生 有没有看到这张图 然后就把它带进来 好,首先这张图呢,我要看一下它的Resolution 所以呢,首先我们去看它的那个Image Size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那它的Resolution相当小 是72 所以我给它改成300 好不好 好 300之后呢,它有点大 没关系,我们Command ----然后让它缩小 然后这个女生呢,我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把它从它的背景里面勾出来 所以首先呢,我们试试看用Magnetic Lasso Tool 然后绕着它的边缘这样子走 好,绕着它的边缘 然后这样子 然后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弄得非常的那个完整的话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它做一些调整 好 然后呢,好了之后呢 好 我们就 OK 就跟它连接起来 好 现在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细微的部分的一些调整 我们来看哪一些细微的部分是需要调整的 好 那 嗯 这边底下的部分呢 有没有看到 就是它下面这里好像并没有那个弄得很完整 所以我按Shift 好 把这个部分选起来 这个部分要 都要include在里面 所以那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这边那个衣袖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跟它加进去 然后这个多出来的地方呢 就按Option 然后用Option把它 把它剪掉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头发的地方也是一样 按Option 再来这边 好那因为这边是要加回去的 所以我按Shift 然后跟它加这一段 这一小撮那个头发进去 包括这里也一起加进去好了 那其他的那个地方没有选到也没有关系 这样一点点就好了 一撕到就好了 好那现在我整个跟它选起来了 我就可以去Image Copy 然后回到这边 Paste 有一点小 我们试试看把它放大 放大是怎么样呢 就是Edit Free Transform 然后我们按着Shift key 拉着它的对角放大 它现在可能会有一点萌 它现在可能会有一点萌 可是呢 按Enter之后呢 看它有没有好一点 好它现在看起来好一点了 没有非常萌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它 那我再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好像 多了 好像这个部分 这个黑色的部分 是多出来的 其实我并不想要它的手的旁边 有这个黑色的颜色 所以呢 我就跟它选起来按Delete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你再来看还有什么部分是要调整的 OK 几乎都没有什么要调整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Layer 这个叫Layer 1 我现在跟它Remain 就是Double Click 那个Layer上面的这个字 字眼 Layer 1的字眼 我们把它叫做Lady 好 Oops 我们来用英文输入法Lady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加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呢 要叫做Background 好 那Background 当然是在Lady的下面 那我们先做 然后再把它拉下去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背景怎么做 首先我要放一个 做一个那个放射状 所以那个放射状呢 就是 好像那个ray of light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Custom Shape Tool 在这个Custom Shape Tool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图形 如果找不到你可以按这个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all 你就选这个all好了 然后它就会出现 然后请问我用的那个图形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你找得到的话 它就在这里 这里这个 认一下它上下左右是什么 然后locate一下在这边 好 选了这个以后呢 按一下这边 把它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在我还没有画之前 我一定要先选颜色 我来看一下究竟是不是我要的 不是耶 它是红色的怎么回事呢 我再来一次好了 我把它丢掉 我再开一个新的 我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一下这个 我发现了也就是说我的stroke 现在是有颜色的 fill是没有颜色的 那首先大家要准备 不是准备啦 检查一下 这边有一个shape 如果你是puff的话就选成shape fill color我们选黑 就是选第二个啦 这个 然后呢 选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要选黑色 好不好 然后这个stroke是我不要颜色 这个 nani 所以我们再来画一次哦 跟它缩小一点比较容易 所以我按着shift key 然后跟它 画成这样子 ok 就这样 所以你就会发觉 诶 它变成这个样子啦 有没有 很像那个很夸张的那个 漫画的画法对不对 那可是呢 我并不是要把这个 放在它的前面 我其实是要放在它的后面 有没有看到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实际上它的那个背面是用shape所形成的 然后呢 我现在再来看一下我要加一些什么 首先这个往这边调一下 然后注意看如果你这边已经发现它进来了有这个圆形 我不要我其实只要看到那个线条而已 所以你可以再稍微再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再放大 好 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会就直接出现那个框 因为我直接按command t free transform 然后把这个女生就放在它的那个中心 就是这个圆的中心 但是这个圆它的中心是比较偏左边一点点的 所以这个女生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画面的焦点 好 放了这个女生跟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让整个东西画面更丰富一点 好 那我决定了就是要加一点点的就是形状 好 什么形状呢 就是 因为我做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世界无烟日 就是叫大家不要抽烟的一个工艺广告 所以我希望在旁边放一些类似香味 但是香味是看不到的嘛 那我们就用一些可能流动的一些形状来代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 刚才我已经print screen了 print screen就是command shift for print screen刚才的那个东西 然后带进来illustrate 然后我在illustrate里面呢 就可以画 我画了一次 我再画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开一个新的layer 然后呢 我就用这个pen tool 然后fill color但是有颜色啦 然后这个none 没有color的那个outline 然后我就开始画画我要的东西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放颜色在里面 这样子 然后再画另外一个 我画另外一个这样 一直画一直画 画到你觉得满意为止 好了之后呢 好像这样子我画好了之后呢 那有没有半透明都没关系 因为你是可以把它整个copy起来 带过去那边再调整 所以我全部copy起来 所以首先我用这个黑色的箭头 把它们全部选起来 然后我按command c 然后我回来photoshop 然后我按command v 好不好 然后你就看到这样子 好这个样子的 然后稍微给它放大一点 好这个是我要的 然后这个呢 我可以调给它是multiply 又或者是overlay 好 overlay没有颜色耶 soft light 也没有颜色 所以你就是选到你要的那个颜色为止啦 不然的话你就跟它remain as normal 都可以 好 我把它放过来之后呢 我觉得整体上还要多加一些东西 感觉很不搭 所以我整体要做一些调整 然后首先呢 我决定要给它一些那个 texture上面的处理 所以呢 我去file open 有没有看到一个paper 我open 然后呢 这个paper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就是那个纸张的这个texture 我就整个全选了 全选就是select all 或者是command a command c copy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command v 然后它有一点小嘛 所以我也要把它放大 command t 放大之后呢 按enter定型 然后我现在放multiply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放multiply之后呢 它有一些那个纸张的皱纹在那边 有没有看到 有一些对不对 然后呢 嗯 我还要再让它的那个整个环境再混浊一点 所以呢 我就加一个颜色在上面好了 所以我就放这个 我选择 我选择 呃 一个 Heure and Saturation 嗯 Heure and Saturation好像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放 让它丢掉 不好意思 再选另外一个 上一次我用的是 啊 Gradient Map Gradient Map Gradient Map 好 这个Gradient Map是怎么用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 你选择Gradient Map之后 你按一下这一个Bar 然后这个Bar里面呢 它就会出现两个颜色 然后现在你选第一个颜色无论是什么啦 那你第一个颜色你按下它的Stop 第一个是黑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要大家选择一个类似 就是浅浅黄色或浅橙色这样子的颜色 好 这样子 OK 然后中间看一下 这颜色可不可以再上一抬一下 所以它现在整体上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稍微变了 好变了一下 还有更多的黑 所以第一个Stop是黑色 第二个是比较深一点点的那个橙黄色 第三个是比较浅的 你还可以再调整啊 调整到你喜欢的那个样子为止 OK 好了就是这样子 它现在整体上的颜色呢 会比较和谐一点点 所以呢 你现在就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啊 例如说你这个Shape 如果Opacity不要100的话 可以稍微淺一点点 那它后面那个纸的颜色 纸的texture就会更加的那个明显 然后这个纸的texture 如果你嫌它的texture不够明显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一下 你可以去image adjustment 有很多东西可以调啦 那例如说你可以调levels 你可以试试看把这个调进来一点 levels 你看有什么分别 看到越来越明显 但是因为它要在暗的地方才会更明显 我们可以加暗 把它弄暗 或者用curve curve呢就是把它往下拉 你能看到 它现在变得很明显 很明显 OK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稍微把它往下拉 就是盖在这个女生的后面 然后你也稍微可以跟它移动一下 让它的这个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它的这个颜色就要看你到底要不要它 这堆东西要不要有颜色 你不要有颜色的话就拉进来 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就是稍微移动一下 你看感觉上是不是就比较有整体感 然后呢 现在呢我们就要再加一个 因为你现在整个制造出来的空间跟颜色 整个就是很 很不舒服 尤其是你觉得它很肮脏混浊 所以我们为了要呈现出一种 我们可以把这个翻过去变成昨天 所以我们就加了另外一个翻页的动作 就是像美好的新天迈进 就是像美好的新天迈进 Open 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啦 就是那个page turn page peel 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它选取起来 command a select all command c command v 贴过来 那我们要放到最上面 不受影响 它会是那个 比较亮丽的颜色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转过来 好 好 转过来以后呢 基本上 这个不是我要的角度 我要的角度是另外 是另外一个 不是角度啦 就是讲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呢 首先我们去transform flip a vertical 好这边才是我要的 然后再稍微放大一点 不然我的logo会没有地方放 好 这样子了 好 然后你就要把这个部分 白色的部分呢 整个跟它 就是洗掉 delete 有没有洗干净 没有嘛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试试看 就是用这个 但是你要非常小心的就是 来沿着它的 这个曲线来点选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是点选出来 它的整个画面呢 会呈现很多那个 零零角角 你不想要有那些 很不好看的角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就是 沿着它的线条 去点选 好 点选好了之后 我们回到起点 跟它完成 然后按delete 然后 刚才我每一次都是按deselect command d 那现在还好 那我们 回到这个样子 回到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呢 因为我想要把它变成白色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变成白色的 所以我们去image adjustment hue and saturation 我们先选择saturation 我们先选择saturation saturation就是把它弄成没有颜色 然后跟它lightness加弄浅 所以它就很像 虽然它不是全白的 但是它就很像那个白色 对不对 好 对比起来看很像白色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世界 世界无焉寺 世界无焉寺的这个讯息放进去 这个page pill的这个里面 好 所以我们去file open roll no tobacco day 它的这个商标copy select all copy 然后and paste 黑进来之后记得带到第一个最上面 然后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大概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觉它有一点不是很融合 不是很融合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去调它的那个光暗 首先我们去adjustment 调它的curve 所以呢你要亮的话就是往上 往上 有没有看到它慢慢慢慢的 好 诶 这样子就好了 放大一点来看 好 这个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加一些字 所以首先我就这样子 所以首先我就这样子 世界无焉日 5月31号 第二行 世界无焉日 哎呀打错了 这个可以小一点 这个可以小一点啊 这个可以小一点啊 所以呢我们去window 不是character style sorry sorry 是我要点一下这个哦 然后选择character 稍微小一点 那现在是36 我放30好了 30呢 嗯 我再让它的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字跟字的距离再大一些 啊 这样子差不多 那我再把它的颜色稍微调一下 就有一个层次感 所以我跟它调成比较灰色的样子 ok 好了 然后至于这个呢 世界无焉日的这一行呢 就稍微缩小一点点 让它跟那个意习一样 所以那个它再调高一点点 不然呢 它就会太颠 这个也调高一点 好 现在这个logo呢 这边 它是不应该存在在这里 它应该是压在这个page turn的下面 那我们没有办法嘛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真的塞在两个页面之间 因为这是假的一个一个假象 所以呢 我可以做的就是用masking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masking好了 首先呢 我就是用这个polygonola 索图 把我要的部分选起来 我要的部分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是我要的 好 所以呢 我按一下这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长方形 中间有一个圆形 就是add layer mask 哎呀我选错了对不起同学 我不应该在lady这个layer 我应该在这里 这个 这个layer 所以按一下 有没有看到它就不见了 那我赶快的就要把这个叫做那个logo 不然我一定忘记它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page turn 嗯 嗯 这个layer 又换是什么 嗯就是我的那个香味 或者是气流 please 就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些 一些画面 一些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呢 还不够 你要有一些讯息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要另外再打字好了 那打什么字呢 打 首先我要用白色的 白色 OK OK 然后我要打字 然后我要打字 亲爱的 我要讲的就是可能一个女生在跟他的男朋友说话 亲爱的 然后这个亲爱的呢 它是白色的 然后它是 三六 嗯 我要看一下 六十号的字好了 亲爱的 有没有觉得这个亲爱的有点难 能见度有点低 所以我们呢要给它加一些阴影 所以你就按fxdropshadow 然后什么satting都不要管它 就这样子 你看它是不是好一点 好 亲爱的 然后你可以跟它 嗯 用free transform 跟它调一调 所以就变成 啊啊啊啊啊啊 再来 亲爱的 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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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烟 了 好吗 然后 也是一样 跟它放dropshadow 然后也是一样 跟它稍微转一转 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放射状嘛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放射状呢 这个线条 就刚刚好 做为我的这个文字的一个 嗯 就是我知道我的文字大概可以 放在哪里啦 它可以 OK OK 别再抽烟了 好吗 我已经忘记 好 我已经 忘记 世界的味道 好 好 每一個都跟它加DropShadow 所以你看到我做得非常快 好 我已經忘記世界的味道 也不免俗的要在這邊稍微旋轉一下 再來最後一句 我已經忘記世界的味道 它不需要展得非常多 它只要有大概那個旋轉的感覺就好了 親愛的別再抽菸了好嗎 我已經忘記世界的味道 好了 所以稍微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加強 我現在覺得它整個有一點鬆散 所以我要再把整個Hoster弄成在集中一點 我周圍加一些 如果有玩Lomography的同學 你就知道周圍有一種黑黑的感覺 你們時常用Instagram拍照的時候 是不是周圍都有點黑黑的對不對 那我們開多一個新Layer 然後這個時候用黑色呢 我們來用那個Brush Brush要大一點 看一下我們會選擇一個怎麼樣的Brush呢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那個 Reset Brushes OK 一般普通的Brush就好了 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Hotness 0%的 這樣子的話它就不會有很那個很明確的印那個筆觸 它不會有很明顯的筆觸 哎呀 錯了 對不起同學 我剛剛再縮小一點 要一直調整到你覺得大小差不多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同學我這樣做 可能你會覺得有一點太多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樣做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的Opacity弄低 Opacity弄低之後 你就會感覺 哎怎麼樣 好像稍微好了一點 沒那麼重 然後你還可以把這一邊的Opacity弄低一點 再把筆刷放大一點 它還是會有 但是就是它的那個 黑色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這個黑色呢 你可以用Eraser把這個部分 這邊跑到這裡的部分擦掉 因為它的Page Turn這個部分 不應該會有 所以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你會感覺到它整個畫面 集中了一點點 你看這樣子跟這樣子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放的 基本上 我看就沒有了吧 如果你要的話你可以加強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呢 是它的這個口罩 然後呢 它的口罩基本上是可以在 顏色再出重一點點 讓人家注意到 你這個女生最主要的部分是哪裡 有些人會看她的眼睛 有些人看她的頭髮 有些人看她的什麼 都會看到不一樣的重點 那可是如果你把她的口罩的顏色 弄得出重一點 那很多人就會馬上一眼就會看到 你要表現的這個海報的重點是什麼 好 那我現在已經把這個部分 已經highlight起來了 然後我要上色 所以我用這個Pain Bucket 我選擇白色 然後倒下去 Deselect 所以你就會看到 她的整個畫面呢 我一看就會看到她的口罩 然後就會看到我的訊息 然後世界五天日 那你的這個東西 整個海報就做完了 所以去File Save OK sorry 是應該這樣子 File 我都哪去了 File Save 然後這個叫做 No Tobacco No Tobacco Date 因為我已經做了一次 所以這個是 1 你們就直接 No Tobacco Date就好了 好 如果要再把它PO上那個Facebook的話 就可以 弄成那個No Tobacco Date 的那個JPG file 就可以把它PO上去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經過這樣子一個小小的練習 或者是觀摩呢 你可以大概知道 在Poster裡面 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麼 有些同學把它做得很像卡通片 或者有些人把它做得很像 一個網站 或者一個Apps 那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你的訊息要出來 然後你要對比一下 普通你看到的Poster長什麼樣子 一定要做research 像什麼樣子 所以最基本的你每天去上課 你在你的那個HMS的Blog去讀 旁邊看到的Poster長什麼樣子 他們就是你最好的一些research 好不好 所以希望同學們可以就是 多去觀察 然後我期待你們的作品 好嗎 謝謝大家